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马州亚裔餐饮协会主席矿岩宾在内的多位嘉宾以及300多位宾客出席 春宴上 公盟教育主席戴陈芳律师回顾了CEA近一年以来取得的成就 其中包括CEA联合新兴艺术学校在北昆西的新兴艺术学校内设立社区服务中心 以为华裔居民进行上千次社区服务 CEA联合麻州公共卫生局以及波士顿华府社区中心开展了 《让我们认清赌博的真面目》研究项目 CEA招募了15名志愿者为华人赌博成语问题做问卷 希望能引入麻州政府立项支持华人借赌或帮助受赌博影响的家人 以及在母亲节 重阳节 春节等重要节日 给社区的长者送上爱心礼物和贺卡等 主席戴陈芳律师期待在新的一年 与NECAA MARA等合作组织展开多项合作 为社区提供更多的服务 CEA前主席潘建成表示 多谢新兴艺术学校的联盟及全方位支持和合作 多谢龙凤大酒楼支持社区 令很多家庭增加不少的欢乐 民选政府官员的支持 多谢团体及个人支持 潘建成强调 特别要感谢我们有一群人数众多 乐于服务大众 给大家带来欢乐的义工团 而CEA也刚刚获得白宫授予 成为颁发总统义工奖的认证机构 担任司宜的新兴学校CEO林子新表示 新的一年 公盟新兴项目将注重教育方面的工作 加强社区的服务和联络工作 打造最好的社区中心 新兴艺术学校创始人林静 黄秀文 CEA副主席郭惠明 于国良 李氏 潘雅然 吴奇 李宇生 义工组代表 Patty Simon等出席 晚宴的文艺表演丰富多彩 新兴艺术学校学员轮番上台表演了 儿童国际拉丁舞 旗袍秀 国标摩登舞 集体华尔兹 广联歌舞团 福州广场舞队 杨帆舞蹈队 80号娱乐组 工上舞的二胡演奏 国王文雅和黄晓玲的女生二重唱等精彩节目 获得来宾的热烈掌声 晚宴在集体恰恰舞的欢乐中落下帷幕 拜登的顶级网络安全助手 安妮·纽伯格在周一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实体 无视联邦机构发出的警告 没有修复可能被俄罗斯黑客利用的软件中的遗致问题 这让他感到沮丧 早在俄罗斯上个月入侵乌克兰之前 联邦政府就已经向美国公司 发出了俄罗斯国家黑客带来的威胁的警告 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发起了一项意在帮助公司加强防御的盾牌行动 并督促公司备份数据 开启多因素认证 并采取其他措施来改善网络安全 纽伯格说 没有情报表明俄罗斯对美国进行了具体的网络攻击 但他确实补充说 准备活动有所增加 如扫描网站和寻找漏洞 这在俄罗斯黑客中很常见 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 俄罗斯可能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 作为对我们通过制裁对俄罗斯施加的 前所未有的经济代价的报复 根据一项命令 在马州确诊数量下降的情况下 本周晚些时候将取消另一项大流行时期的要求 进入州法院将不再需要戴口罩 最高司法法院周一公布了一项新的命令 将于3月23日生效 该命令取消了口罩要求 但仍鼓励在室内使用口罩 该命令建议 如果人们没有及时接种疫苗 免疫系统较弱 患严重疾病的风险增加 或与未接种疫苗 免疫系统较弱 或有患严重疾病风险的人生活在同一家庭 则应戴口罩 根据该命令 如果一个人在过去5天 对新冠检测呈阳性 出现症状后 正在等待检测结果 被建议隔离或检疫 有新冠症状 或没有及时接种疫苗 并在过去5天内 与新冠阳性患者密切接触 则禁止进入马州法院 如果被禁止进入法院 并有预定的出庭或预约 法院官员建议他们与律师联系 打电话给该人预定出庭的登记处 或书记员办公室 或联系陪审团专员办公室 麻州和罗德岛州的汽油价格已经下降 此前 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油价飙升 汽油价格达到了历史高点 美国汽车协会东北区周一表示 麻州的汽油价格比上周下降了9美分 平均每加轮4.26美元 罗德岛州的价格比上周下降了13美分 平均每加轮4.22美元 目前世界各地的汽油价格 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 美国的汽油价格周一最高达4.25美元 仅次于本月初达到的4.33美元的历史记录 美国汽车协会表示 当地价格较低的原因是全球原油价格 自战争开始时达到顶峰后回落 而且需求略微下降 这可能是对油价上涨的回应 美国汽车协会表示 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增无减 它预计油价将出现更多波动 MVTA的一位发言人说 从4月2号到4月14号 机场和包顿站的烂线服务将暂停 以便工作人员加快必要的轨道更换 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改善 该发言人说 将提供80班车作为替代服务 MVTA表示 工作范围包括更换1800英尺的全深度轨道 是该交通机构80亿美元的 5年资本改进计划的一部分 在停运期间 MVTA计划进行隧道和排水系统检查 密封泄漏 升级隧道照明 光纤电缆安装 拆除废弃的电缆和信号维修 MVTA说 13天的工作高峰取代了一年来 在夜间和周末进行的工作 并大大减少了承包商 在每晚和每个周末的人工费用 在13天内完成工作 将为交通机构 节省200万至300万美元 对于从洛根机场 前往或离开波士顿市中心的旅客来说 MVTA银线 也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出行方式 麻州已经颁发了超过120万美元的资金 来加强州立公园 该州保护和娱乐部周一表示 他将这笔钱授予同意匹配资金的市政当局 非盈利组织和其他团体 共有29个项目被选中 能源和环境事务部长 凯瑟琳·西奥·哈里德说 该项目允许州政府与其他机构 在公园系统内进行重大投资 这笔钱用于13个新项目 和16个以前被资助的多年期项目 南波士顿的Colins Joy项目 获得了最大的一笔资金 即30万美元 用于重新规划和设计海洋公园的Joyce游乐场 在其他获奖者中 滨海艺术中心协会获得了33,000美元 用于改善波士顿查尔斯河 滨海大道上建造的第一个游乐场 康涅狄格河保护协会获得了2万美元 用于根除北安普顿康涅狄格河 绿道沿线的河中入侵的遗器 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